本期节目由金道集团特约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商情 我是徐扬 在香港问候您 节目一开始 首先来带您关注到的是 美国联邦储备局22号 在最新的货币政策立会纪要当中就提到说 贸易争端和线下的贸易政策 已经成为了美国经济风险的主要来源 若贸易争端持续升温的话 美国经济将会有下行的风险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2号公布的 货币政策立会纪要中显示 美联储官员认为国际贸易争端升级 将会构成重大的经济下行风险 纪要显示 美联储官员一致认为 当前贸易争端和美国政府提出的贸易政策 已成为经济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来源 如果爆发大规模长时间的贸易争端 将会对市场信心 投资支出和就业造成不利的影响 此外 对进口产品广泛加征关税 还将削弱美国家庭的购买力 并带来生产率下降 供应链中断等负面影响 既要说 当前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已经导致了美国部分企业缩减或推迟投资计划 如果贸易紧张局势短期未见好转 将会有更多的企业减少资本投入和招聘 在农业领域 受贸易紧张局势的影响 部分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品价格明显下跌 基要还显示 如果未来经济数据继续向好 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加息 但美联储官员也警告 国际贸易争端升级 将会对美国实体经济构成重大的下行风险 并给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带来挑战 美联储在上次货币政策利会上维持了基准利率不变 多数市场人士预计 美联储将会于9月继续加息 自2015年12月启动了本轮加息周期以来 美联储已经加息了7次 并缩减资产负债表 已逐步退出金融危机后出台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对美联储 持续加息的行为表达不满 亚太第一卫视综合报道 那今天最后本期节目的嘉宾是 金道集团投资研究主管郑广富先生 郑先生您好 我们看到中美这一次贸易谈判 市场的情绪也有所缓和 看到金融市场的话 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提振 不过的话大家对于这一次 中美之间的贸易终端 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尾 也是充满了好奇 您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达成协议 有没有可能会对我们的金融市场 会带来一定的提振 从昨天就传出 中美再次展开谈判 但是今天有消息说 基本上没有一个很细节的答案出来 那可能还进行第二轮的谈判 有这可能 就目前来看市场的反应应该正面 但是我们看到 由于如果达成协议的话 我自己认为是很有可能 就是中国采取让步 因为现在是美国开出条件 然后双方所谓的达成协议 因为特朗普这样的一个 强硬的一个立场的话 我觉得他让步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那当然中间细节是怎样 我们不知道可能美国也采取让步 但是他可能不会透露一些 里面的很细节 双方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 怎样进行 可能只是一个框架 但现在还没有出来 那从股票市场来看到 美国股票市场继续上涨 继续创新高 但是内地市场 或者是香港的股票市场 还是下跌 这个已经反映了市场对这个 所谓的一个解决方案之后的这个结果 它的影响已经反映出来了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似乎这个 从市场来看的话 表面上当然美国是胜算 但是我们不知道 那个究竟 毕竟我们不知道现在会怎样 但如果继续 就是双方出现对垒的话 这个其实对美国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美国他占的 我们说的他从中国赚取的一些利润 从生产方面回流生产的商品 然后回流到美国销售 他赚取的利润相对 较中国要大很多 也就是说他占的比重最大 而且特朗普现在打的关税 其实是在打自己人 因为他是以消费为主 那你关税增加了 其实就是等于把美国人的消费 消费力降下来 因为他的成本 你的付出那个成本提升了 那这个会对美国造成一个冲击 因为他是一个消费型 如果对现在他又说 对这个欧洲的汽车 针对汽车打这个25%的关税 之前说没有了又零 但现在又说要重新再打这个 所以很反复无常 很反复 所以这个会不会 可能会不会市场想多了 就是说特朗普根本就是在 玩这个政治游戏 到11月 我觉得11月中期选举之后 结果出来之后 共和党的那个对国会的掌控 会有什么变化 那个时候我才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才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所以说现在的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悲观情绪 特别是在大中华地区的股票市场当中 还是蛮多一个蔓延的 因为我们其实手上这个牌其实不多的 如果说这个贸易战打起来的话 其实中国的这个损失也会比较大 跟你有谈到说这个中国可能会退步 您觉得这个退步的可能性 包括说哪方面您觉得说会做出这样步呢 我觉得有一些是应该执行 或者说应该是 比如说那个知识产权 那现在其实新闻已经告诉 已经说出来就是说 那个外资持有内地银行的那个股票股权 没有上线了 那这些都是一开放 但是你要把 比如说针对这个贸易赤字 你要从在两年之内要降下降两千亿美元 这个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个赤字是由美国的企业抓出来的 除非美国的企业觉得他们扳回 把这生产机力扳回美国是有钱赚的 并且赚的比在海外更多 这样才他们才会这样做 否则的话呢 这不可能永远就是留在海外 那个情况比较大 最多集起量是从中国市场 搬到其他的低成本的市场 但是这个已经在进行了 在许多年之前已经在做 因为中国的那个劳工生产那个成本 一直往上往上走 所以这个其实已经在发生 但是其他的国家能不能替代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基地 那个所谓的我们说的一个世界工厂 这个地位呢 我觉得是不可替代的 也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海外的一些 就是说外国都是 看着这个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 这个市场是一个 对他们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 一个市场很大的市场 他们不会放弃 所以直接在里面做 直接在里面销售 这是很长远 一个未来的一个部署 所以说把这个基地撤走的话 其实你就放弃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没错那另外的话 我们也关注到这个美联储加息 这一块了 那特朗普呢也是炮轰 美联储加息的这个步伐 大部分的官员都表示说 这个很快加息 应该是比较适合的 这样一个方式 但是可能特朗普方面的话 还希望经济可以保持一定的火热 那这个慢一点加息 可能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您觉得说目前 怎么看美联储加息 这样一个步伐呢 其实很简单 从6月份 美联储把今年的 那个利率目标上调了 比如说上调之后就等于说 在下半年有加息两次的机会 那6月份已经 特朗普已经在做一些 保护性的措施 那这样的行动 我们看就是说 既然他在6月份 就提高了加息的幅度 不可能突然间就 又减缓加息这个步伐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目前来看 尤其是我们看到 目前第二季度的GDP 美国的GDP增长是4.1% 那这是第一次的修正 那还有最后一次 会不会真的上调到5%呢 这个有可能 那还有这个通胀率 现在最新的是2.9% 已经超出了2% 有很多了 那失业率也降下来 所以这个不太可能 会在这个时间 要减缓这个加息步伐 但明年有可能 目前的美国经济状态的话 您觉得这个加快加息 是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 一个金融手段 我不觉得这个 他应该加快 不认为他要加快加息 因为这个美联储 已经都说出来 就是说现在的经济增长 其实是一个 就是因为特朗普 现在推行一些 刺激经济的措施 但是这个没有必要的 所以他们就是担心 就是说在这一波 就是特朗普效应消失之后 美国的经济增长 会大幅的放缓 那这样的话 目前所以他要 加快加息的话 我觉得这等于说 未来可能要 如果出现什么 经济下滑 甚至衰退的话 那也是一个 就是说找麻烦 自找麻烦 另外的方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的这个讲话 最近他看到 在本周的这个 杰克逊央行年会 也发表了一个讲话 您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他的言论 对于目前美国的 这个整个的货币政策的话 会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影响 那特别是 MOFC的这个 货币政策会议记要当中 会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美元的走势会怎样的呢 暂时来看 其实过去几天都有 那个FOMC的委员在讲话 有些说 基本上是测试市场的 一个底线 或者说告诉市场 就是说有一个 稳定市场的作用 因为有些说 中性的利率 接乎2.5%到2.75% 然后有些是 大概上限是三厘 那你计算现在是两厘 就是说如果今年 加息两次 也就是说 明年再加息两次 就结束了 可以停止这样 所以就给了市场 也有框架 所以我觉得 有助于稳定市场 对于所谓 他们担心货币政策 方向不确定的 这种忧虑了 没错 OK 我们看到最近美元 感觉比较承压的 对黄金的市场 也带来了一定的刺激 您觉得这个黄金 目前的看法是如何 有没有一个 这个转机的情况的出现呢 暂时看到 黄金的反弹 可能已经结束 因为过去两天 黄金价格涨到 1201美元左右 就又回落了 现在又回到 1180 86 85美元附近 是 那我们看到 就是说在 我的观点是 在美国的利率 继续往上走 其他央行也 逐步的收紧货政策 或者退市 这种情况之下 黄金价格会受压 那我们看到现在 所谓的一些避险的资金 都是跑到美元那边 不会跑到黄金 因为你拿着美元 有利息的收入 黄金是没有的 所以两者 如果说避险的话 虽然两者都可以 成为避险的产品 但是美元是较为吸引了 所以黄金价格 未来的走势还是偏低 那有可能要跌到 今年年底 12月份才有可能 就展开一波 比较强的反弹 我们也会关注 这个黄金价格的 一个走势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油价方面 这个纽约汽油 每桶75美元高位 又回落到了65美元 这样的一个区间来波动 看到美国相关的机构 也给出了一个数据 揭露原油库存 也是一个大幅增加 还超过市场预测 这个情况 您觉得油价 会是一个什么走势 油价我觉得还是 向下发展的可能性 比较大 因为现在美国 是主导着原油市场 特朗普虽然说 制裁 再次制裁伊朗 但是那些部分的生产 被中国吸收掉了 然后他虽然制裁伊朗 但是他又要求 OPEC去填补这个空缺 也就反映说 特朗普不希望油价上涨 这个会对他 就是说提振这个制造业 有一个阻碍 所以你一方面提振制造业 这比较奇怪 就是说我要提振制造业 但是我要支持油价上涨 这直接是一个冲突 所以应该是 他是希望油价不要那么高 但是跌到什么位置呢 目前来看油价 75美元应该是已经触顶了 那下面的话 有可能就是跌到 大概50到55美元 才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持位 好的 我们也谢谢郑先生的一个分析 这里是压台商情 我们官方之后见